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集中学习《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向纵深发展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 审议通过第八届全球集商大会总体方案 会议指出 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 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长期战略 永恒课题 加坏固件内涵丰富 功能完备 科学规范 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 提供坚强保障 要在内容全涵盖上聚焦用力 在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 作风建设 纪律建设 制度建设 以及反腐败斗争中 自觉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坚决做到 党的建设推进到哪里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就固件到哪里 要在对象全覆盖上聚焦用力 抓住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 绝不允许任何人脱离监督约束 凌驾于制度之上 要在责任权链条上聚焦用力 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 各级纪委监督责任 推动各级党委书记 认真履行 第一责任人责任 分管领导严格落实 一岗双责 做到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 要在制度全贯通上聚焦用力 坚持制度制党 依规制党 持续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 有机衔接 联动集成 协同协调 切实形成强大治理能力 会议强调 全球集商大会 是展示吉林开放形象的重要窗口 是省委省政府 吸引天下集商 回到吉林投资新业的重要平台 第八届全球集商大会召开在即 有关方面 要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 保持大开放 大保护 大开发 大合作姿态 紧锣密鼓 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确保办成一届 简约 安全 务实 高效 精彩的大会 要瞄准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商协会 真正把有投资项目 投资意向的客商请进来 要高标准组织实施大会主体活动 见缝插针开展 专题推介 项目对接 实地考察等活动 充分展示吉林全面振兴 带来的重大机遇 扎实做好 以情招商 以练招商 以商招商文章 各地要着力提升项目对接洽谈的 针对性 时效性 以五化闭环工作法 狠抓项目落地 和跟踪服务 切实做到洽谈一批 引进一批 落地一批 开工一批 建成一批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 省委书记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景俊海 主持召开 省委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主题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 以学助魂 以学增智 以学正风 以学促干 推动主题教育与振兴发展 相互促进 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 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确保主题教育 深入推进 取得实效 省长 省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胡玉婷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以及中央 关于主题教育的最新部署要求 听取整改整治 有关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审议通过有关文件 警局还指出 招好主题教育 是重要政治任务 一要推动理论学习 走深走实 及时跟进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 最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 重要批示 重要文章 组织干部上讲台 讲党课 互相交流理论学习的收获体会 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 真正从党的科学理论中 误规律 明方向 学方法 增智慧 把看家本领 新党本领 强国本领 学到手 二要推动调查研究 走深走实 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 深 实 细 准 孝 五字诀 大兴务实之风 抓好调查研究 对调研发现问题 要形成清单 纳入检视整改 一体推进落实 彻底有效解决 三要推动振兴发展 走深走实 把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及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与抓好稳增长 上项目 强投资 促改革 调结构 优环境 扩开放 防风险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以推动振兴发展新成效 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引导党员干部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深入学习借鉴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 和浦江经验 横下一条心 为百姓办实事 办好事 真正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 带来的新气象 新变化 四要推动 检视整改走深走实 盯紧抓住 中央层面明确的 专项整治任务 中央弟子指导组 反馈意见 和省级层面问题清单 及专项整治任务 运用五化闭环工作法 踏实留印 抓铁有痕 狠抓整改整治 确保取得时效 警觉还要求 各级党委党组 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班子成员 要靠前指挥 带头示范 把主题教育各项工作 牢牢抓在手上 成为主题教育办 要全面掌握整体进展 加强工作协调和政策指导 对各方面反映的问题 加强分析研究 及时予以答复 省委巡回指导组 要坚持督导有据 督导有方 督导有效 督导有利 督导有序 保持严的基调 一督到底 各级党委宣传部门 要进一步加强 宣传引导 为深入开展主题教育 营造良好氛围 6月15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 省政府党组书记胡玉婷 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落实省委部署 研究具体贯彻落实举措 会议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压实各方责任 全面排查共性问题 同类问题 隐性问题 举一反三 抓好考核评估 发现问题整改 完善防反贫动态监测 预警响应机制 实施好帮扶产业 巩固提升行动等措施 持续抓好脱贫群众增收 推动工作质量持续提升 加快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推动乡村实现 游表接礼 行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为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和教育强国建设 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要做好顶层设计 系统谋划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 教师队伍等方面举措 加快构建 优质均衡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横实教育强省根基 聚焦产业发展 围绕转型数字化 服务智能化 社会共享化 产业高级化 培养用好人才 坚持把教育优先发展 体现到具体工作中 全力支持教育事业发展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想化精神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决扛稳维护 五大安全重大责任使命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 金融风险防范化解 防汛 防火 边境安全 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工作 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固防线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指明了方向 要聚焦汽车文化 人生文化 电影文化 渔猎文化等特色文化 深入挖掘和整理吉林文化资源 讲好吉林故事 提升吉林文化软实力 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 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 名镇 全力推进文旅融合 加快打造一批 特色鲜明的民俗村落 非宜村落 红色乡村 支撑万亿级旅游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 扒演闹耳考察 并主持召开 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 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 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加快实施东北森林带 北方防沙带 长外山森林植被恢复 林草师生态联通等重大生态工程 持续推荐沙区治理 向优向好 深入开展第三个十年 绿美吉林行动 加强防护林建设 完善保障机制 以林掌制合乎掌制为抓手 推动工作落实 扎实推动林草探汇交易试点建设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 在内蒙古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内涵丰富 指向精准 对吉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要立足秉赋特点和战略地位 补及关键短板 放大比较优势 在农业 汽车 文旅 新能源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 持续用力 率先突破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深度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 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引导各族群众 束牢中华民族历史观 扎实开展主题教育 坚持结果导向 加快整改整治任务落实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 主题教育的实际成效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聚焦主题教育总要求 明确目标任务 精心组织落实 着力完善教学体系 用好红色资源 开展调查研究 加强决策咨询 把践行为党欲裁 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 贯穿到主题教育 和校院中心工作的全过程 聚焦学思想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和核心内容 对现有教学专题进行梳理 不断丰富完善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教学体系 形成包含23门课程 和32名教师的 优质课程体系 为全面系统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奠定坚持理论和人才基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选派60多名骨干教师 走进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 高校授课200多场 积极做好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宣传宣讲和阐释 在此次的主题教育中 我们就要清晰地讲出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时代背景 重大意义 以及内容的发展 以全新的视野深化 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 吉林省委党校 吉林省行政学院 聚焦强党性 发挥我省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 打造了由吉林省红色资源展 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展馆 东北抗联市集馆等组成的 六管一基地党性教育平台 传承红色基因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宁心驻魂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掌握这一思想所蕴含的 基本观点 科学体系 将坚守政治信仰 站稳政治立场 坚定政治方向 作为教学的基本前提 将思想的力量转化为 指导我们实践的一个强大的动力 在开展这场主题教育的过程当中 党校本身搞好高质量的主题教育 同时为全省的主题教育提供师资 围绕着领题调研 为地方党校进行失职业务指导 我们将充分发挥党校的职能作用 坚守党校为党预裁 为党献策的初心使命 不断地推进马世主义中文化时代化 为吉林全面振行 做出党校应有的贡献 黄小宝是土生土长的松原人 在外打拼20年 从事过酒店管理 石油化工 仓储物流等多个行业 2021年吉林省启动实施 街杆变肉即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黄小宝敏锐地意识到 吉林省肉牛产业的腾飞时机到来了 于是返乡创立了吉林省 前牛实业有限公司 正当一个牛人 助力吉林牛产业牛起来 今天的爱上吉林 来认识这位吉林老乡黄小宝 我刚才20岁就离开家乡在外打拼 每年我都会组织我天南海北的朋友 来到松原 参加长江湖东部这个省会 朋友们都感觉非常震撼 所以你不由自主的就有一种自豪感 因为这是你家乡呢 第一个想法就想回到家乡做一些事情 给我生卧洋卧这个地方添一份色彩 我叫黄小宝 这些天从事过酒店管理 石油化工 仓储物流等多个行业 攒下了第一桶金 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以后 为家乡发展出分力的心思 就始终在心头融绕 可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契机 直到2021年 吉林省启动了实施节改变肉 及千万头肉牛建设工程 让我眼前一亮 肉牛产业是一个万亿级的市场 国内的牛肉需求量快速的增长 我对肉牛产业的发展 有着充分的信息 所以绝对回来反向炒业 创业之初 作为肉牛产业的门外汉 我的心里多少还有一些打鼓 可是省里的配套政策 消除了我的顾虑 吉林省肉牛种植优良 吉克尔资料资源丰富 群众养牛基础良好 是全国肉牛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再加上品种繁育 规模养殖 精神加工 产源区等方面 全链条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这些优越条件 让我信心倍增 起跑就是冲刺状态 我的十万头肉牛屠宰 深加工项目 落户在前沿线 全部建成以后 预计年产值可以达到30亿元 实现利税1亿元 各级政府对我的帮助 是十分巨大的 从项目立项 用地的审批 项目建设 各个方面都给我很多的帮助 肉牛的育肥 养殖 屠宰 加工 包括以后的品牌建设 各个阶段 都有明确的支持措施 主动问企业有没有困难 这样我受到了一很大的鼓舞 我的项目很快就要投入市生产 能为家乡富民强省的标志性工程 处一份力 我的心里甜紫紫的 而且据我所知 全省209个产业化当项目建设 对于肉牛产业的完整性 是非常有帮助的 我也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商机 因此我现在非常有信心 能把我的冷鲜牛肉 冷冻牛肉 牛腹产品 以及高级鲜肉礼盒等产品 销往全国各地 打响咱们吉林的牛肉品牌 从养殖端的合作养牛 到骨粉的加工 再到玉制菜的加工 再到牛血白蛋白的提取 形成整个产业链的同步推进 上下游协调 为家乡做一份贡献 带动我身边的家乡人 生活得更好 我是黄小宝 这是我的故事 希望能给你一个 爱上吉林的理由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 央媒看吉林 6月15号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以单条的方式播发新闻 一件41星发射圆满成功 中国航天再创新记录 报道说 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使用长征二号钉运载火箭 成功将吉林一号高分06A星等 41颗卫星发射升空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一件41星创造了中国航天发射 一件多星的新记录 这41颗卫星中包含了 36颗吉林一号摇杆卫星 入轨后将与载轨的 72颗吉林一号卫星组网 为用户提供商业摇杆服务 及相关技术验证 央视财经频道 新闻频道 中文国际频道 多个新闻栏目 央视客户端对此也进行了报道 此外 多家央媒对此给予重点关注 人民日报刊发 我国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高分06A星等 41颗卫星等多篇报道 新华社客户端 刊发 一件41星新记录 我国成功发射 吉林一号高分06A星等 41颗卫星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以及科技日报 中国新闻网等媒体 也就这一消息 进行了多角度的报道 6月14号 经济日报客户端刊发 吉林省玉制菜产业发展 步入快车道 报道 吉林省玉制菜产业建设 发展规模持续壮大 产业体系逐渐完备 科技支撑保障有地 菜品独具东北特色 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拥有广阔市场前景 6月14号 央视新闻客户端 刊发全国技能大赛 吉林选拔赛 点燃职业激情 关注了70余家单位 329名选手 参加全国技能大赛 吉林选拔赛的消息 今天是第二十二个 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 主题是 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 吉林省开展安全生产 宣传教育和应急演练等活动 增强公众安全意识 和应急处置能力 提高企业职工 安全生产技能 今天上午 由省安委会办公室 省应急管理厅 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联合主办的 2023年 吉林省继长春市 616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在长春市举行 活动以播放主题宣传片 应急演练科目和装备展示 互动问答等形式 向群众宣传安全知识 现场还设置了 烟道逃生 地震逃生 高层缓降逃生等实景模拟设备 参加活动的市民 沉浸式体验了灾害和危险来临时的 紧迫氛围 身临其境地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 广大人民学生都提升安全意识 了解天然气的使用常识 保证生活更安全更美好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我们 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知识 共同营造人人讲安全 各个会应急的这样的氛围 今天下午 吉林水网骨干工程 在东风县大洋镇金牛之洞施工现场 举行了防汛应急演练 作为围绕全国第22个安全生产活动月 开展的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演练现场以暴雨突降 洪水即将灌入再建碎洞为模拟背景 按预定分工快速组成 技术保障组 医疗救护组等 进入各自抢险站位 以眼带训 以眼带练 高度模拟 高度仿真 为我们工程下一步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找出漏洞 找出短板 以利于我们持续改进 持续提升 为工程的安全生产工作 积累宝贵的实战化经验 6月15号 长白运松水晴 吉林国乐文化艺术节 在长春启动 艺术节由吉林艺术学院主办 为期7天 即国乐演奏 专业教学 音乐创作 理论研究 艺术交流为一体 共设计古琴踏片展 学术讲座 音乐会 名家公开课四大板块 活动期间 多位国乐界各专业领域知名专家学者 以及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浙江音乐学院 天津音乐学院等院校的专业团队齐聚吉林 展现国乐之美 弘扬国乐文化 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明乐学子 对我们民族七月文化的一种珍视 一种热爱 在更开阔的舞台上 让我们的国民能够知道民族文化 新闻继续 接下来关注一组联播快讯 吉林省2023年普通高考网上评券工作 于6月10号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评券点全面启动 来自全省的1500余名教师参与此次网上评券工作 预计6月下旬公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 记者从一期解放公司了解到 今年1至5月份 一期解放累计销售商用车101238辆 同比增长19.45% 其中5月份销售商用车21756辆 同比增长123.64% 销量增幅领先行业 呈现爆发增长态势 今年以来 一期解放持续聚焦终端市场需求变化 将搭载节油2.0技术的多款整车投放市场 打造高性能产品为客户降本增效 提升使用价值 实现了在终端市场的持续领先 近日 长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推出五项便民服务举措 包括不定时开设 办理出入境证件夜间专场 在原有为内地居民提供 登门办证服务的基础上 推出为涉外企事业单位的外籍工作者 外籍留学生 重病患者等 有特殊需求的申请人 提供登门办证 周末市本籍受理大厅开放办公 为未满16周岁申请人 容缺受理 缩短在场外籍企业员工 签证办理实现等 近日清爽吉林 22度的夏天 吉林省白山文旅 辽宁主题推介会 在沈阳市举办 推介会上 白山市向辽宁客源地市场 推出夏季文旅十大网红打卡地 全域生态观光旅游 和寻觅红色印记之旅 等众多夏季精品线路 吉林省和辽宁省 互为重要旅游客源地省份 通过此次推介 将进一步促进 梁省旅游市场互补 游客资源互换 花点市长山镇 近临松花湖 进入夏季 北规的仓路 会来此繁衍生息 远山如带 湖水湛蓝 仓路在云水间 飞翔西系 形成了一幅 优美的生态画卷 节目最后 共同欣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